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的妹妹 Chessica 你們這樣叫我就可以了 通常到阿菜市場的時候,我就會出來代班 那為什麼我要叫Chessica,不是Jessica呢? 喔,歐拉,都已經2019年了 請問還有人在用中文加上英文嗎? 現在的流行不是中文加上西班牙文嗎? 嗯嗯,我就是一個拉丁寫義,蘭丁娜 好的,大家都知道我現在人在紐約 那其實呢,來到紐約 就讓我回想到第一次我飛的時候 有一些離奇的故事,等一下要跟大家說 在跟大家說之前,我必須要跟大家講說 你們不會覺得我姐姐有時候上鏡的時候都不化妝 天啊,你怎麼可以不化妝呢? 你不化點妝上鏡頭不會很尷尬嗎? 拜託,也尊重一下你們各位觀眾好嗎? 像我,Chessica,就是一個非常尊重觀眾的人 給好滿滿誠意的人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我囉 在故事開始之前呢,我必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臉上插的這一支 是蘭基爾的防曬割離乳 然後它有SPF50 重點是它非常清爽 然後還可以保濕挺亮 有沒有覺得我臉整個都亮起來了 跟阿財那種暗淡無光的完全不一樣 OK? 然後它就會讓你有一種裸妝的感覺 好像有點化妝 但是感覺又妝又不重 這就是各位男生現在最喜歡的裸妝感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趕快下面的連結按下去 然後趕快買一起來好不好?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重頭戲要開始了 在我飛的這些年來 我只有飛過一次紐約 然後我在飛紐約的途中 就聽了 飛到紐約要去中央公園跑步的故事 我跟你講這個故事呢 基本上我姐姐在開台的時候有講過 就是有少數的空姐 喜歡到中央公園去跑步 而且去跑步的時候 還要戴上淡妝 而不能是那種濃妝 有假睫毛那種大濃妝 Nananana 一定要是淡妝 大家先想想看 怎麼樣的人會去中央公園跑步 在紐約 是不是住附近的人 那怎麼樣的人會住在中央公園附近的房子裡呢? 我知道 你說 應該是那些頗有錢的人吧 我的天啊,correcto 你答對了 住在中央公園附近的人呢 尤其是Upper East Side 東上城那邊的房子 都跪得不得了 所以呢 有些人 會去那邊跑步 然後卸購 他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我現在就表演一下給大家看 這場景就是 你就在中山公園跑步 輕輕的慢跑 然後呢 你就看到 前面有一個男子 帶著一隻大狗 你就走過去 你的狗好可愛哦 你住在這附近嗎 尤其是帶狗人 帶動物的人 可能就是 更是住在這附近的人 這時候你們就可以開始聊天 然後他就會問你說 你住哪裡 你住在這附近嗎 說沒有 我是一個空姐 我從香港飛過來的呢 那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醫生 我是律師 所以你住在這附近 對啊 我住在這附近啊 我常常飛來紐約 一個月都會飛一次的 下次有緣的話 可能還可以在這邊 跟你見面哦 那這時候呢 你可能有50%的機率 他問你說 哦好啊 那我們要不要留一下 交換一下資料呢 下次你來的時候 你跟我講 我帶你去吃個飯 各位大家 你們聽到這邊 覺得這故事有點小離奇 對嗎 不過呢 過兩年之後 然後我在飛歐洲的時候 剛好碰到一個女孩 是菲律賓女孩 菲律賓 crew 他的手上就有一顆 這麼大顆的鑽石戒指 於是這時候我就過去 跟他小聊兩句 他說 哦你常飛歐洲嗎 他說 沒有啊 我比較常飛紐約 只是剛好有朋友在歐洲要見面 於是在聊天的過程中 我就突然問到說 欸你的戒指好漂亮哦 是在哪裡買的呀 這個戒指是 我的 未婚夫 未婚夫送我的 然後想說 未婚夫 在香港嗎 哦沒有沒有 我的未婚夫住在紐約 他住在那個 中央公園附近 然後我想說 中央公園魔咒出現了 於是我就去問他 我就說 欸住在中央公園附近 那他在做什麼啊 他說 哦他是個醫生 我說 那你們怎麼認識的 就在幾個月前 我飛紐約的時候 因為我都有習慣跑步 所以早上我就去中央公園 跑步 遇見了他 噢 噢 噢 Galinos 我沒有在罵髒話 Galinos是親愛的意思 OK 好啦在座的各位 你可能剛剛問我說 我現在要去哪裡是不是 我在紐約要去哪裡 噢 我現在當然是要去中央公園 跑步啊 噢對了在這邊提醒大家 要去跑步的時候 要跟Shessica一樣 擦上藍戒爾的防曬隔離乳 不要跟阿塞一樣 然後一天到晚大素顏 然後笑死人了 素顏好害羞喔 沒錯現在Shessica呢 就是素顏的狀態 來給大家看一下 一定比阿塞更讚吧 我們這幾天出去都會使用這個 蘭吉兒仙女妝隔離乳 紫色這一支呢 我在紐約的時候一直使用它 它很快被我用完了 紫色那一支就是 非常的保濕 然後如果你們覺得你們自己很油的話 這邊還有另外一支 黃色的 然後它是超控油 然後一樣它的SPF是50% 就是這一支控油系列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它在我手上的樣子 就是這樣 其實它也蠻保濕的耶 一推完這邊的顏色 跟這邊的顏色就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要畫上這支 就是藍色的保濕 然後它一樣 SPF也是50% 各位觀眾有耶 你們不覺得塗上去嗎 像是跟剛剛的那種氣色有點不一樣嗎 其實我是不是可以不用畫底妝 雖然它是隔離乳 可以不用畫底妝就可以出門了 平常就這樣出門就可以了 我就使用的感覺就覺得好像 不需要擦太多東西 其量就其實可以出去了耶 啊這是什麼聲音 難道是愛的鐘聲 一畫完就覺得有愛的鐘聲出現了 天啊 我要出運了嗎各位 等一下我們在路上會不會又被搭訕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剛剛擦完仙女光隔離乳而已 然後現在這是我出來比較亮的地方 讓大家看一下 我沒有上任何的底妝喔 只有擦隔離乳而已 就長這樣了 好啦很不幸的大家 我並沒有自己的頻道 所以你們如果喜歡我跟我姐姐的話呢 記得幫我姐姐按個讚 然後訂閱她的頻道 勉強訂閱她的頻道 勉強打開小鈴鐺 你們先勉強的幫我姐姐 追蹤一下她的Facebook還有Instagram好了 有機會我們再見囉 大家掰掰 喔好 OK 喔這個愛的鐘聲是怎樣 是意味的等一下會 我會遇到就是 男人嗎 哈哈哈哈哈哈